现在我们都讨论到这个设计性的问题了 资本主义还有一段路要走的 中国人应当以他的方式来走 那么这个方式要自己探索 也不是从国外号搬进来的 那么最后谈一点我的理解 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政治 那么关心政治呢 最关心的就是法治的前提 因为这个社会利益多元化了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它的一个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很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么现在人民分化了 经过改革开放三三年之后 人民至少分两部分吧 一部分企业家阶层吧 一部分是打工的吧 用马克思的语言叫资产企业和无产企业 资产企业是人民的一部分了吧 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家 人民的一部分同意吧 那农民工加上城市的白领 无论是地界白领还是高级白领 还是IT工程师 其实都是人民 那么为人民服务 你为人民的哪一部分服务 这生了问题了吧 以前很容易 为什么 全体中国人都是公司收入者 因为没有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 没有的 利益没分化呢 所以毛泽东只要管住干部就可以了 干部好好为人民服务 现在你叫干部为人民服务 他都不知道为哪一部分服务 一切该怎么服务 最典型的就是人民的名义 这部电视剧 这个编剧 也许是自觉的 也许是不自觉的 就解释出这东西来了 其中有个情节是什么 大风场 他资金链断了 怎么办呢 没钱 没钱呢 向谁呢 三水集团贷款 三水集团是金州市的 一个很大的企业 那么三水集团答应了 贷款给大风场了 既然贷款 就要签贷款合同吧 在贷款合同里面规定 这个大风场 向三水集团贷款的话 要有个抵押 以什么做抵押呢 以大风场的股权 做抵押 因为大风场经过改制 股峰值改革 他有股权了 以整个大风场的股权 做抵押品 获得了一篇贷款 结果呢 获得了这篇贷款之后的 大风场还是不景气 到了该还钱的时候 他还不出来 大风场常常淘汰了 好 根据原来的法律的 以上生效的 法律上有效的贷款合同 整个大风场的股权 都归三水集团 没问题吧 既然归三水集团的大风场 三水集团当然重新要运用 利用 这个大风场的所有的 目前留下的财产 是吧 这里不能办厂 厂房要推倒 这里的土地要另做他用 结果大风场的功能是什么 组织了副朝队 为什么组织副朝队 第一害怕下岗 谁也 第二什么 一部分大风场的功能 在大风场改制的时候 因为参与改制的前检察长 陈彦时 他参与这个大风场改制的 劝了 建议了大风场的功能 凡是你们有点储蓄的 拿出来 你们也什么 购买一部分股权 将来可以分享什么 大风场经济发展的利益 那么一部分功能 真相信了他 把半辈子的鸡血 购买了大风场的股权 现在股权没了 半辈子的鸡血没了 打水漂了 两个原因 导致他们副朝 组织了副朝队 组起了防汇公司 手中 把这个时候沙包上面 全撒上了什么汽油 手中举着火把 为什么对面来了 三水却弹的工程队来了 那时候现代工程机械推土器 迎面开来 要退车厂房了 双方冲突了 而且大风场里边还有一个油库 火一旦点着油库爆炸 这是琢磨危机的时刻 先来了一个人 是什么 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三水现在这么做 没错 李大康还有一个考虑 请注意啊 在《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里面 大多数官员都是坏人 是吧 我们看过吧 这部电视剧 李大康是个廉政的官员 他没有任何贪污行为 他也没有谋私利 他就为荆州市的经济发展 做他的贡献 那么对于荆州市的经济发展来说 大风场根本微不足道 而三水却弹却是 荆州市GDP正常的重要贡献者 这是经济理性的考虑啊 一个是法律理性的考虑 都让李大康一定站在三水卷团一边 那么后来又来一个人 这个人是半夜里被从床上叫醒的 一个电话铃响人 这个人就是陈炎士 已经退休了 前检察长陈炎士 他一定这个事情 马上从床上一月而起 直奔现场 到了现场他干嘛 站在工人一边 面对着三水卷团的工程队伍 说了一句话 你们的推土机要开过来的话 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那么他年纪大了 站在那里不动啊 后来有人就断了一个椅子过来 让他坐下 他就坐在那里 做了真正的一页 对方不敢动 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干部 一个是荆州市委书记李大康 一个是什么 退休了的干部 陈炎士 干部应当为人民服务 你不能说李康大康是坏人啊 为荆州市经济发展考虑 是不是很好的官员 三水卷团们也算是个企业吧 民营企业嘛 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了 那么陈炎士就站在工人一边了 怎么办 冲突了 这个情节我特别关注 他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 今天的干部真难做 政府干部 他一直记住了 播放促行 但是他怎么弄呢 当劳资冲突的时候 他站在哪一边 是这个问题啊 冲冲则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人民的各个部分 都应当有政治代表 他们的利益都应该在法律上 有他的地位 这些事情太敏感 太敏感 所以呢 这个马克思 有非常深刻的读到的见解 他认为 假如一个国家要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 三权分立首先是英国做的 对吧 他的学说叫洛克的政治哲学 对吧 然后他在实际上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 1640年是打仗的 就第一 英国自然界革命起来就1640年 打的 谁跟谁打 三股年两再打 王社 第三等级 贵族 打了 那么 第三等级在他们的领袖啊 叫克伦威尔的带领下 他们全清教徒 跟贵族战斗 结果斗来斗去 斗到后面你们知道吧 这三股力量 四军的顶 谁都不能消灭谁 这时候人们想起洛克的学说了 叫三权分立 于是1688年光荣革命是吧 光荣革命是妥协的就不打的 所以英国能以这一次为自豪 就是说建立一个新制度也是可以通过妥协来做的嘛 但妥协的前提是什么 打过的 四军的点 四军的点 这说明什么呢 于是 三权分立吧 把 立法权 交给了什么 第三等级 当时这三权不是今天这个三权啊 立法权 行政权和什么 外交权 外交权交给了王室 因为他们仍然是君主立宪嘛 外交 王室 行政权交给贵族 实际上这三权当中最基本的是什么 立法权 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胜利了 但是贵族把它保留了 它可以做官员 行政权在它手里 外交权 英国 女王是英国的象征 就可以了 这个三权分立的前提是什么 现实社会本身当中有三股力量 谁都灭不了谁 所以我们不要想别的东西 展望中国的未来 如果说三权分立能够成立 必须有什么 现实社会基础当中有三股力量 如果正有的话呢 或者它正在成长中呢 它会带来 如果它成长不出来 那就要同意什么 一党责政法 是吧 因为三权分立一定导致政党的要受法律的约缩的 立法权是独立于党派的 是吧 这个司法权现在是这三权吧 立法司法行政嘛 那么司法也要独立了 那么这就是未来一种可能性是吧 肯定性的前提就是封链 不是离开来的那样 封链 封链 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健康的什么 保障 为什么香港回归之后 一个司法权中央政府不拿回来 因为香港的司法权就是法官终身制 它不受制于任何政治权利 你特首怎么变 我还是我 它可以保证什么 司法公正 因为这个保证的时候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被国际认可了 因为金融中心是什么 它是国际金融中心 就是资本在那里汇解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这个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如果要保证 它的秩序是法律是最最要紧的 因为我这个钱过来了以后 后来就没了 我讨都讨不回来 要有法律保护的 所以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对法治的要求高不高 最高 所以中央政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司法权不收回 行政本当然是我们认命的 还有那个叫什么权 立法权 搞一个立法会 选举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了 就是香港它为什么能保持一个 国际上承认的法治社会 这是司法独立带来的 司法独立带来的 于是一个香港居民的护照 你们知道 156个国家免签 这说明整个国际社会 对香港居民的信任 为什么 你是来自高度法治的社会 你进来就进来 要什么签证 美国这个护照 多少国家免签 认为它是法治社会 美国比香港少 还比香港少了 因为它的敌人还蛮多的 对吧 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什么事情 就我一直在想 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一拿什么做标准的判断 很简单 有多少国家对你免签 对你免签就信了你 很简单 你不会到我国家来捣乱的 是吧 那我到了免签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香港今天的这个状况 其实让我们蛮痛心的 真的蛮痛心的 毕竟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有痛痒的 是吧 那个经济这么繁荣 很富足的地方 高度法治 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的 对吧 那么到了高中 今天这个状况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要反思 要反思 将来怎么结束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可惜 不要以为澳盟就能取代香港 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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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海呢 上海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吗 为什么 这是还有一个 外汇管制 对 外汇管制 对 我们这个外汇现在每一个公民 这是多少 五万 什么叫国际金融中心 五万你去换换看 能不能轻易给你换到吗 很急的时候啊 他要叫你一个星期去换 换五千 五万 一个城市 又要如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就在这个城市里面 任何货币都可以自由兑换 对吧 上海会成为金融中心 是什么 国内的 最多国内的 你不可能成为国际的 这算是我们这课程最后的舆论啊 谢谢大家